以前干过医生啊 没有 我就是 写出来的字跟医生一样 完全干不懂 开到几点 现在几点 现在八点了吧 搞几个菜吃吃 杀过猪肥猪肥你会吃吧 吃 你不是辣吧 能吃辣 冬春炒辣了 吃 老爸开的 家族企业 他这里已经开了十多年 以前在那边 东西那边 白肉 鲸鱼 鱼胖 这个咸菜怎么做 肉末腌菜 肉末腌菜 毛豆这样子 什么都想吃 他从哪来 我从浙江来 他从浙江 浙江 离水 他从浙江来 浙江来 可以吃到这家店 我吃来这里来吃 可以来吃 可以来吃 真会家事啊 我下一站去吉安 我先到泰河去拍 小饼找酒 泰河的找酒 糯米酒酿的 你们还小朋友吃吧 哈 吉安酒 吉安酒是吧 36度 堆花 堆花 吉安老酒厂 对 漂亮 吉安最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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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安藍酒厄 妹妹来吃礼饭 你炒吃饭 别 别入回我们的关系 冬笋腊肉 炖着猪肺 这个小瓦罐 这个包姜 苦豆腐 苦豆腐 本地话不知道怎么做 我弄的是苦豆腐 这个是乐安的特色 叫梅鱼 也叫红鱼 腌制过的 等下我把河河 自己吹牛逼都不好意思了 是真的 我们我们是老店 来这里吃饭的 百分之九十九十回头扣 让我们就老代心 很少花的新鲜 像谁的爸爸带他儿子 带他的孙子来都有 这是原来爸爸带来吃饭的 现在儿子出来 他爸不带他来 你问他是不是 不是藏一碗子 消毒烫一碗 还是很讲究的 每一客人来都这样烫 这个碗是我们自己洗的 这个不是一支新碗 我们卖的不是菜 是你们的虚枪 你怎么一套一套的 你的朴实呢 语言太丰富了 老板帮我米酒加热 哎呦 太温馨了 32盘 乐安的特色梅鱼 当地为了讲不梅 就讲红鱼 米酒烧的 哦 红色是辣椒粉 鱼块是放到那个缸里边腌的 所以腌了完之后 鱼的鱼肉特别紧实 然后辣椒粉放上去之后 韵味十足 腌多久啊 冬天的话一个星期 辣椒粉还要放油腌 是吧 还要放盐腌 对 用了什么语言 这个叫辣骨鱼 花莲 花莲的尾 太下酒了 猪肺宝 猪肺宝里面 猪肺加了豆腐泡 辣椒 蒜叶 对他们家必吃的啊 40多块钱这么个饱 然后加了那个 把胡椒粉在那儿 老板给我热的当地的米酒 开船开船 这个菜不喝酒 啊 刷刷 很舒服 热了没颜色 热了热了 把这个天喝这个正好 所以他加了13香跟胡椒粉 我吃了点咸 喝酒吃饭太厉害了 咸鲜辣 这个真的是豆腐发霉了 然后又再用那个 再没豆腐啊 我吃过 吃过 笋子腊肉48 小冬笋 然后也是用米酒烧出来的 辣肉干锅里面爆出那种油香 然后已经用了新鲜笋 冬笋真太棒 你们这冬笋多少钱金啊 今年便宜啊 今年六七块钱就能买的 去年的话会去年20 我们来可能得卖六七十 中心比往前便宜 中心比往前便宜 他们这冬笋现在六七块钱一几 太香了 太香了 爽 炒腐足十八 在江西菜的小炒里面 不搞腐足 我觉得不完美 这话是八点钟才吃上饭 这个地方真的是缘分找到的 手印刷不到什么好吃的 其他软件也找不到什么好吃的 完全是在城里面绕了20分钟 看到这里面有很多人 气场对 所以我找店 不用担心 叔叔 谢谢 谢谢 这梅皮好吃到什么程度啊 裹了这个辣椒粉 你进口之后 鲜辣 吃进去之后的第一个感觉是 有点像咸鱼的口味 不能像口感 咸鱼都硬了 比爆烟的那种鱼 还要再深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吃回味无穷 因为它有一点那种酒的味道 那韵味也出来了 控制不住了 要提一杯提一口 这个鱼是我 从视频上最不看好 但吃到嘴里面是最看好的 略微咸了点 我本人不太喜欢吃 是实在一样 但这个口感还是不错的 喜欢吃人爱吃 随便找一个店就这么好 让我很意外 所以缘分这个东西啊 它来了它就来了 一百次 那个米酒我做给你们吃 行行行 我米酒没算钱啊 好好谢谢谢谢 太好了 祝生一新楼啊 都已经听到 我来吃 你的腹 你带来吧